據了解,有部份醫院心肢治療部的病床緊張 近日要將確診患者轉去其他醫院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 如果每日過百宗個案公立醫院,一星期內就白滿 班耀星報導 伊莉莎白醫院中五將一個心肢治療部的確診患者轉送其他醫院 據了解,因為這裡的心肢治療部 十張負壓病床近日一度用剩一張 這兩天都有將相對穩定的病人轉院 以騰空病床作緊急需要 有內科醫生說 如果再天天一百宗個案 幾天內公立醫院都會頂不住 內科病房首當其衝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相信,未來幾天天天過百宗機會大,接近幾何級數上升 許樹昌希望加勒措施生效,一個星期內確診數字下跌 沒有好轉的話,可能就要實施禁足令 有線電視記者,潘耀星報導